父亲病纵 我在家里的陪伴下飞回上海 不敢停留 直接飞回了济南 我爸十年前因为胃癌 做了全胃切除手术 五年后又因为全胃腺癌 做了去世手术 结果在去年八月 又分别在他的头肺和肾 发现了肿块 但是我们没有找到 好的解决方案 哎呀 我想起来 你说这后病 真没希望了 是真心想 哎呀 用来家 你看你来家把它换起来 是吧 那婚家 买家来家 把它换起来 真是必不十字 又没有给亚 啊 你们亚拉得一小了 换起来什么 这是时候 我都是钱都治好了 某些是都治不好 咱都治好了 就散了吧 你放在他里边吧 关于是你回来以后 给老爸找了这么好的大夫 我感觉现在我又看到希望了 再加上你给他的那个 你在与严重跟他沟通 他可能心情也好 他自己也感觉有些自信 所以我们都听到老爸现在这个 看到老爸现在这个状况 我感觉还好 老妈的作用也很大 晚上吧 老妈能陪着老爸陪床 再一个是老爸离不开老妈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 老妈的作用也很大 希望老妈身体也很健康 没有遗憾了 说了这些都没什么遗憾了 将来如果不在这思想 我想儿女国的机会 更强更美更好 这一步比越来还好 幸运的事 我们又找到了新的 舍不刀治疗方法 就说 哎呀妈心里的 还能治好了 又好了 去年都放开了 用的都拆好了 你们心里都又好了 你是 爱情怕不怕 不怕 第一个从事实上有准备 第二个 就是把自己到情以外 社会是应该走节骨的 一人也应该走节骨的 所以身也有爱情 但是不可怕 怕的是 就是这个个怕 怕死 这个怕 但是 把死合得一变 是不是也不怕 现在的会议价还满意 这个有些事情不与意 有自己 这个人的 这家人的 所以 这个有些事情就过客了 现在过客了 儿女没有抢却 都学个师父学回应 能够把家庭 这个一切家庭 都安排由头有血 这是我本身的目的 老爸之所以能够抗癌成功 坚持了十几年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他自己有非常强的求生欲望 治疗的这种要求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自己都非常坚持 一定要治下去 我们都希望老爸能度过一个健康幸福快乐的晚年 爱的克星是爱 我衷心的希望我爸爸能够在爱的陪伴下 长命百岁 这样我也能够安心回家 请不吝点赞 多谢观看